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社会版,我是Kevin 第一,泰国家庭负债创15年新高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排名,泰国家庭负债总额为16万亿泰铢 占GDP的比率已经到达了90.6% 在亚洲仅次于韩国和香港 泰国的家庭负债已经攀升至平均每户559408泰铢 比去年增加了11% 央行表示泰国债务问题的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同 该国家庭债务总额的近三分之一是由信用卡和个人贷款组成 这些贷款不产生收入 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债务则来自住房贷款 泰国人大多数是消费主义至上,他们很少存款 我们过去在节目中说过 泰国有统计90%以上的银行账户存款金额不足1万泰铢 有近30%的信用卡和个人贷款借款人表示 他们拥有4个以上的账户 综合信贷额度是其工资收入的10至25倍 而国际的这一标准为5到12倍 泰国国家信用局首席执行官苏拉布尔说 未来4个月内会有大约100万辆车因贷款违约而被收回 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60岁以上老人负债累累 平均每人欠债约41.5万泰铢 第二,苏美岛市长和苏勒塔尼府福尹被起诉 本周居住在苏美岛垃圾填埋场周围的人们计划提起诉讼 要求市政府、市长和苏勒塔尼府福尹 赔偿垃圾填埋场造成的健康威胁 7月18日,行政法院命令苏美岛和苏勒塔尼府的官员 在180天内处理垃圾 消除垃圾的恶臭并处理泄漏的污水 他们还将每30天向法院报告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 苏美岛耗资约5亿泰铢 大约是1亿人民币建造了一座焚烧场来处理垃圾 但该设施现在已经无法运转 而垃圾依然日复一日的堆积 每天新增约150吨 目前有超过10万吨垃圾已经从现场清除 还剩下20万吨 受影响的民众对法院的命令 能否在180天内解决表示怀疑 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他的村里有十多口地下水井 因垃圾填埋场泄漏而遭到污染 水样检测显示重金属浓度超标 第三 消灭登革热泰国卫生部发起灭蚊行动 为了应对泰国迅速增加的登革热病例 公共卫生部从本周初开始 发起了一场消灭蚊子的行动 今年已经累计报告了近4万例登革热病例 大约有40人死亡 而且这一数字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每周增加约5000例 受影响最严重的包括叶峰颂 青迈青莱 南府 碧屋里府 春屋里府 罗永府 建筑问府 达勒府 乌问府 加密府 普吉府 宋卡府 沙敦府 和曼谷等30多个地区 这次行动由卫生部和各府的行政部门负责 主要就是在8月18日之前 在辖区内蚊虫较为严重的地区 喷洒沙蚊的药剂 以遏制登革热的扩散 据曼谷邮报报道 今年的数字接近2019年的统计数据 2019年有约7万人被诊断出患有登革热 12个月内共有70人不幸去世 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今年和2019年都是厄尔尼诺现象的第一年 随着降水的减少 登革热的疫情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 第四 前河爱市长因滥用资金被判刑罚款 2005年2月 宋卡府河爱市市长 判来被控非法使用政府资金 他以市长的身份 从储备基金中提取了近3000万泰铢 用来建造一座泰国高僧龙普陀的塑像 但帕来违规将资金直接转给了承包商 其中涉嫌腐败 宋卡府反腐败法院曾判处帕来 两年监禁和罚款 但由于犯罪意图不明 这项判决后来被撤销 空方检察官不服 向泰国高院提起上诉 经过了漫长的18年等待 这起浮浮沉沉的贪腐案 终于在本周三正式宣判 赫埃市前市长帕来被判9年监禁 并罚款2690万泰铢 目前帕来被关在宋卡府监狱 他已经偿还了1240万泰铢 还有1450万泰铢的缺口 第五 今年第三收费季 泰国电价将下调 泰国的电费和水费 每年价格调整三次 每四个月变动一次 昨天 能源管理委员会依据公众调查意见 决定将今年9至12月份的电价 调低5.3% 从现在的4.7泰铢美度 降低至4.45泰铢美度 即便天然气价格走低 泰国湾天然气的产量 在逐步增加 但电价依然没有出现大幅回落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发电局 在电费补贴后遭受了巨额损失 这块损失必须从老百姓的钱包里补回来 据该委员会介绍 国家发电局到8月底的亏损总额将达到1350亿泰铢 为了快速回补这一缺口 他们曾计划 今年第三收费季将电费上调至泯灭人性的6.28泰铢 这一提议遭到了全部市民的反对 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趋势下 能源价格再次上涨 无疑会导致泰国家庭负债的进一步恶化 如果按照调整后4.45泰铢每度来计算 国家发电局的亏损要到2025年4月才会结清 第六 泰王为贫困儿童赞助学校 本周二 泰国教育部部长特里努奇表示 泰王将通过拉甲普拉甲努格罗基金会 赞助9所贫困儿童学校 这样一来 由皇家赞助的贫困学校从57所增加到66所 而且这66所学校用同一个名字 都叫拉甲普拉甲努格罗学校 这次泰王赞助的学校位于八个府 除了在清迈府有两所之外 暖五里 叶峰颂 青莱 黎一 苏勒 伯塔伦府和陶宫府各有一所 贫困学生可以申请这些学校 基金会设置的奖学金 将帮助学生更好的完成学业 第七 泰国电影院首次提供中文字幕 本周三 泰国最大的电影院运营商之一 SF Cinema宣布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观众 他们将首次放映带有中文字幕的电影 这次选择的电影 是美国恐怖片潜伏系列的第五部 《红门》 中文字幕的电影主要在曼谷和青迈的影院上映 对于这一营销做法 一些人认为可能会对泰国的旅游业和商业产生记忆影响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举是对中国游客的过度支持 泰国网民之所以会对此事有所争议 主要是由于泰国副总理维萨罗 最近拿了在泰国侦破的诈骗案中没收的五亿泰铢 把这部分钱送回了中国 送钱这是在本周的正经版中我们会说 我们继续来看中文字幕的事 不知道普吉岛的俄罗斯游客是不是会有意见 毕竟普吉岛已经被俄罗斯游客所占领了 为啥不出个俄文字幕的电影呢 第八 曼谷男子骑摩托车拒绝过路口 引发社交媒体关注 本周初 泰国曼谷一个十字路口 一名男子骑在摩托车上拒绝过马路 由于事发路段只有一条车道 后面所有的车辆都趴着不动 导致该路段严重拥夺 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之后 网民并没有指责该男子的行为 多数网民更为关注他的身体健康 有人说他可能患有一种交通事故恐惧症 这类患者非常罕见 但当他们想到交通事故之后 就会出现严重焦虑 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会一直待在家里拒绝出门 部分网友呼吁家人社会和医疗机构 对他进行有必要的帮助 第九泰国女子巴提亚坐轨失去双腿 是坐轨啊不是卧轨 本周四凌晨一点多 一名42岁的泰国妇女坐在巴提亚的铁轨上 被驶过的列车压伤了双腿 当然被火车压肯定不是压伤了 至于有多惨烈 大家自行脑补就可以了 火车司机下车检查时 发现了受伤的女子 随后救援队将她送往医院 目前包括警方也不知道 为什么她会坐在铁轨上 她可能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有可能只是想坐着歇会儿 但真相只能等她醒过来之后才能知道 无独有偶 在去年的7月30日 几乎就是在整整一年前 春无礼服也发生了一起非常类似的事故 一名喝醉的男子 躺在铁轨上居然睡着了 他被驶过的火车压伤了双腿 但是保住了性命 第十在垃圾里生活了两年的住客 周三一名泰国男子在网上贴出了照片 画面上是一间堆满垃圾的卧室 谁也想不到她女友的妹妹在这里住了两年之久 两年前 女友的妹妹说要在孔敬府找工作 想暂时住在姐姐和姐夫家里 由于都是亲戚 他们就允许了 而且一分钱不收 这两年间 妹妹很少在家 就算在家也是闭门不出 今年七月的十六日 妹妹说要搬走 然后留下钥匙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当姐姐和姐夫打开房门时 就直接惊呆了 他们怀疑 这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垃圾堆起来比床头都高 用过的卫生巾粘在梳妆台的镜子上 这环境养猪都不达标 两人联系妹妹 但对方不回信息 也不接电话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自己收拾残局 所有的垃圾装了两辆皮卡车才运走 屋里大部分家具和床上佣品 也只能扔掉 你说这是招谁惹谁了 第十二 佛皮府壮大的猴群影响旅游业 从华新往北走 就是佛皮府 也叫庇务里府 这里的森林公园中 曾经生活着大约3000只猕猴 小猴子看起来很可爱 但是别管啥玩意儿 一旦多到铺天盖地 就会成为一种威胁 据当地官员介绍 由于猕猴受到法律保护 而且一直以来都能与人类和平共处 所以猴群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4月 该地区猴群数量增长到9000只以上 本月的一次调查显示 猴子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接近2万只 他们开始入侵人类社会 拿东西吃 拿衣服穿 当然猴子拿衣服穿 并不是为了去逛超市 他们就是觉得好玩 有时候猴子甚至会攻击不友好的人类 附近学校和居民无奈都拉起了铁丝网 不是为了防小偷 而是为了防猴子 为了确保孩子们不会受到猴子的骚扰 国家森林公园虽然针对猴群进行了绝育手术 但收效并不明显 没能阻止猴群的扩大 当地政府已经向自然资源和环境部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 寻求废除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猴猴的保护地位 这是啥意思 要实施种族灭绝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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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